大家好 我是阿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倫 我在我旁邊的這位是 大家好 我是沙醬 沒錯 沙醬 今天很開心能夠邀請沙醬 來跟我一起拍影片 謝謝… 非常感謝 然後因為想說難得 因為剛好沙醬是在台灣這邊生活的 算是日本人嘛 所以說想要問問他 關於一些來到台灣之後的時候 有沒有碰到一些覺得 讓他覺得很驚嚇 或者覺得有什麼 讓他覺得說 為什麼台灣這樣跟日本不太一樣的事情 然後在問之前想要先問一下沙醬 是什麼時候來到台灣的 我是已經11年前嗎 11年前的來到台灣 所以他在台灣待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相信一開始來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些文化上會比較不習慣的地方 我記得有耶 那時候我一開始覺得很多 好 那我們就來問問看他吧 好 好 好 首先想問問看沙醬 來到這邊你 最讓你覺得台灣怎麼跟日本不一樣 你最不習慣的東西 或者什麼地方 都可以是什麼 我可以先講一下 我第一個讓我很驚訝的事情嗎 是那個 垃圾車 就是到垃圾的時候要追著垃圾跑 真的… 對 而且呢 它的音樂是那個 Elise 給愛麗絲 對 我那時候想說 為什麼我都是這個歌 我一直很納悶 每天都有那個給愛麗絲可以聽 對…到底是為什麼 對 的確因為台灣之前就有實施那個 垃圾不落地的關係 所以就是變成垃圾車過來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要拿著垃圾 等它來我們再一起拿去丟 然後像在日本就是 大家會集中在一個地方 然後放在那邊就好了 就會有人來直接收了嘛 對 所以這也是 對 沒錯 這樣一講的話 的確這也是台灣跟日本一個 很不一樣的地方 對… 一開始覺得很有趣這樣子 可是這樣子我自己是覺得啦 就像台灣這樣子的話 其實有的時候會滿… 怎麼講 滿麻煩的 對 因為你要配合它的時間 對 你要配合垃圾車的時間 如果有些人如果是一個人住 一定要上班啊 對 因為那個垃圾時間搭不上的話 其實就有點麻煩 對 就是我 因為我是跟我媽媽住是比較還好 但是如果我一個人在外面生活的話 我真的絕對沒有時間到 就是我想說那這樣的人怎麼辦 對 真的耶 那還有什麼一些事情是你覺得說 台灣怎麼會這樣子 搞不懂你之類的那種事情 對 第二個我想要講的是關於人嗎 一開始我很不習慣的是 講話比較直接的感覺 對 然後我常常覺得 對 可能大家都知道 日本人都很玻璃心 我之前常常覺得 這時候我都 這是心碎 擦滿邊的 對… 就是很小的事 然後可能是台灣人很無意間 就是說出來可能也不是要傷害你 但是就會覺得 太直接啦 講話太直接了 因為像是 我在日本像小學的時候 那時候收到的那個教育 日本叫那個 道德課 對… 然後像那時候老師都會說什麼 不可以嘲笑人的身體之類的 就是可能他比較胖啊 或者是什麼的 我來台灣的時候就是會聽到那個 同學們在開玩笑 就覺得 哇 開玩笑那個尺度也很大 就是直接說什麼啊 你是大胖子什麼之類的 對… 然後我就覺得好厲害喔這樣子 大家都很直球 這的確啦 不過我覺得這個 台灣有台灣的好 日本也有日本的好 對… 像日本雖然說就比較不會去直接的 講話不會那麼直 可是相對的是 怎麼講 就是日本人 你就會覺得說 大家都是彼此那種相敬如賓的感覺 然後像台灣就是彼此在那種 大甘情 聽得懂… 就直接講 直接就 你有什麼就直接講 你就不用在那邊拐牙抹角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兩邊各有各的好處 對耶 因為我也覺得其實跟台灣人相處 就是習慣這樣之後覺得很自在 真的 對… 就是好像想講什麼 想說什麼 想幹嘛就幹嘛 對… 真的… 因為就覺得很快樂 對 台灣真的是很自由的一個地方 對… 雖然沒什麼關係 不過台灣好像現在有那個 被評選出什麼 在世界上裡面算是非常自由的地方 好像92還93分這樣 好高耶 好厲害 台灣 還有一個也是關於人的部分 就是那個 也是一開始讓我有一點 文化衝捷的事 那個… 因為可能很自由的關係 所以台灣人會比較習慣把這個 任何這個情緒 比較顯現在臉上 就是有時候可能會 不是你冒犯他 可能就是 只是因為天氣熱 什麼樣的 那個表情 對… 然後我就 就是我會有點 可能一開始不習慣 我會有點緊張 就想說我是不是得罪他 或者是他是不是在生氣 那我是不是不要講話比較好 之類的 對… 這一點日本真的真的很不一樣 日本真的是 你很難從他的表情看得出來 他的心到底在想上 就像我之前在上班的時候 就像我之前在上班的時候 謝謝 就是笑笑的講 其實心裡面一直在 一直在幹狗啦 對… 可是我覺得可能 日本真的是會 好像很獨空氣的民族的關係 所以 像台灣人會覺得說 生氣可能要表現出來 不然人家怎麼知道之類的 那日本人的話 可能日本人之間 就算生氣 好像 可能不用寫在臉上 但是好像會知道 我知道那個人 隱隱約知道那個人好像 對… 所以可能就不太會 明顯在臉上這樣子 的確我剛到日本的時候 的確也是 就是比較不會讀空氣 所以我就是都會常常 可能那個人覺得 好意外喔 困擾的時候 可能我也覺得 我也是就是台灣人更新 就是直接去 就是一樣直求過去 怎樣 然後就可能也因此 嚇到不少日本人 真的嗎 因為我就是認識阿倫以來覺得 阿倫是一直都是好像很讀餓的人 那個感覺 因為我們那時候的時候 我已經在日本待了幾年啦 而且待了那時候 已經有大概七年左右了 那時候已經 可能已經讀空氣 讀空氣大學畢業 那我想問一下阿倫就是你覺得 這樣子 你覺得怎麼樣比較好玩 就是 要讀空氣嗎 還是你覺得就是其實這個 也有點麻煩這樣 就結果來講我覺得它是麻煩的 對 可是我覺得在日本的社會中 它是必要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就是 讀空氣也算是 保持人跟人之間的有一種 曖昧又安全的記憶 對 有那種感覺 所以 有時候好像 有時候是麻煩 有時候麻煩 可是有時候又覺得 有時候又覺得這樣很好用 對 好 最後一個我想要講的是 我覺得台灣人的 很熱於住人的地方的這個精神 讓我真的很驚訝 對 因為像從小的講起好了 像那個捷運 只要有這個行動不便 或者是孕婦 或者是老奶奶 老公公 台灣人都是一看到會馬上站起來 而且是馬上彈起來的 對 是會彈起來 而且是還會 蒸著浪費 真的 對 真的要 你坐車 你坐車 不會…來… 對 而且我還會看到說就是 還會就是這樣拉著你就說 你快坐這樣子 所以就覺得好厲害 因為日本的真的都是 就是在假裝睡 然後你不會想要讓給你的 這一點對我來講 我也是非常印象深刻的 就是這種我發覺真的在日本人 所以我是因為我住在東京 所以我現在是以東京的角度來看 可能日本 你坐電車的時候 真的 真的幾乎不會有人讓餵 真的不會 絕對不會 它偶爾會有人 不過真的幾乎大部分人都不會讓餵 對 那我想講一下 日本人不讓餵的 就是幾種可能 一個是可能真的大家很累 就是不太想要讓餵 這個是可能最大的主意 但是第二個是 可能讓餵了之後會覺得說 讓人覺得說我是不是自己很老 就是日本人會怕說 怕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很老 本來我在你眼中已經是一個 需要被讓餵的人 對… 真的 真的 因為其實我曾經有過要讓餵 然後結果對方反而有點生氣 就是我看明明就是一個老太太 然後我就要讓餵 就是他反而就是 有點不太高興的感覺 就說不用讓餵這樣那種感覺 對 所以可能大家也是因為 不想要被拒絕 怕被拒絕 所以又變成慢慢的也變成 大家幾乎都不會太讓餵這樣 不過當然如果是已經走的那種 已經不太穩的那種的話 然後大家還是會讓餵這樣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我覺得 在我人生中 我自己覺得很感人的故事 一直記得的 就是我以前在做那個口譯翻譯的時候 有一次翻譯 然後我們要… 就翻譯員也要一起回家 然後我們是跟那個… 有日本客戶 對 還有另外一個口譯員 我們三個一起回家 然後回家的路上突然那個… 日方啊 就是那個客戶 他就說 他好像急需台幣 可是他身上已經沒有台幣了 可是那天是禮拜天 然後就是晚上 就是沒有地方可以換錢 然後我們想說 欸怎麼辦 就是在那邊苦惱的時候 我們就站在那個台北車站那邊 結果… 就我們只是很苦惱的樣子而已 就在講說 啊 怎麼辦 結果前方就有三個老伯伯走過來 他們用日文問我們說 怎麼做的 然後他說 你們怎麼了 嗯… 我記得還記得 喔 對… 對 這還有額外講一下就是 很記得是台灣人日文才是 好到會讓人跌破眼鏡 真的很好 對… 總之他就問我說怎麼了嗎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想要換台幣 可是就沒有地方可以換吧 怎麼辦 他們就說 啊 那你們跟我們換就好啦 我說天啊 我們是完全的陌生人耶 然後很厲害就是還不在乎那個 會率喔 對 那我們就說 它真的可以嗎 可是那這樣要怎麼換比較好 他就說啊 會率那個就沒關係啦 你們說的算這樣子 我想說天啊 欸 當時真的很感動 我想說哇 天啊 這個太溫暖人心了 對 就是還主動幫忙 然後又不介紹一些小地方 結果後來呢 真的就是跟他們換了錢之後 他們就很瀟灑的離去 就覺得天啊 帥翻 帥翻了 真的帥翻了 真的帥翻了 永遠記得 這台灣人的溫暖太厲害了 這個真的 台灣人真的是很 非常樂於做一個民族嘛 對 真的 其實說真的只要 真的只要你在台灣 你只要稍微露出一點 有點困擾的樣子 大部分都會有人來 我覺得是會有人來關心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是 台灣真的是比 東京啊這樣之類的都還要好太多 真的… 所以才會一直在台灣 然後很喜歡台灣 對 所以說真的 其實台灣真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棒的地方 所以這也是才會讓Sajan 能夠在這邊待了十幾年 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Sajan 跟我們來分享她的就是在 來到台灣呢 不管是好的還是快點 就讓她稍微講到驚訝的一些事情 對 然後我在Sajan那邊也有拍影片 大家也要記得去那邊看一看喔 謝謝 好啦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呢 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阿倫頻道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我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 還有像是今天這種一些關於 比如說台語文化的一些 差異的一些分享 然後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來追蹤我在日本的第一手影片資訊喔 然後另外如果大家對於其他一些 關於日文 或是其他一些相關想要知道的 也不要忘記去Sajan的頻道去看看喔 那麼大家再見囉 再見囉 掰掰